你好,到今天我们这个专栏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打算用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给大家对全年的课程做一个系统化的梳理 我们这个专栏有一个副标题 《只给你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看见这个副标题,大家都会感觉到话中有话,悬外有阴 什么叫只给呢?那一定是有所给,有所不给的意思 什么叫地道呢?那一定是有些地道,有些就不够地道的意思 我们这个全年小节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解释 什么叫只给你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我要给你总结我们这全年课程背后的八条品质把控原则 今天我们讲第一条,能够正伪才是地道的 我要给你介绍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波普尔·卡帕普尔的正伪主义理论 正伪就是证实是假的意思 他的正伪理论对人们在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之间 画一条界线有非常大的启发 卡帕普尔出生在1902年奥地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具有人文情怀 关心科学的发展 喜欢做哲学式的思辨 他在哲学界当然非常有名 在哲学界以外 他有一位学生深受他的影响更有名 那就是著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George Soros 我自己在大学期间非常喜欢波普尔的著作 我把当时能够找到的他的所有著作都读过了 之所以那么喜欢他 是因为他回答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那就是那么多的知识该学什么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要好好的利用 尽量多读最有价值的书 但什么书才是最有价值 什么样的知识才是最耐用的呢 当时听说哲学是所有科学当中的皇冠 那得花点时间去读哲学 但其实随便的拿起一本哲学书来读 拿起一本哲学史来读 学到的只是一些名词 只是一些术语 只是一些抽象的理论体系 由于对问题背景不了解 自己对书中的内容实际上是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也就记不住 当然就没法应用 接触了波普尔的思想 我的困惑 那么多知识应该学什么 才找到了解答的方向 波普尔最重要的正维主义思想 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在波普尔以前 人们认为 只要是对现象做仔细的观察 记录 总结 梳理 概括 由此而形成的理论体系 就叫科学理论 牛顿力学是一种科学理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一种科学理论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也是一种科学理论 波普尔年轻的时候 就对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 都非常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其中一种理论 就是精神分析理论 他20岁出头的时候 就在当时著名的精神分析师 阿德勒 阿菲特·埃德勒 所开办的一所 治疗问题儿童的诊所里面工作 有一天 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儿童 觉得他的症状非常奇怪 事后呢 他就找到了这诊所的负责人 阿德勒博士 向他请教 他介绍完情况以后 阿德勒博士就一五一十的 对这位儿童的情况 进行了标准的精神分析 所用的办法 就是精神分析法当中 习惯使用的 本我 自我 超我 三种概念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张三把李四推到河里面 王五又把李四从河里面救出来 张三为什么要把别人推到河里面呢 那是因为他的本我 超我 自我 发生了冲突 王五为什么又把别人救出来呢 也是因为他的本我 自我和超我 发生了冲突 波普尔事后越想越不服气 觉得一套理论可以解释任何的现象 这看起来好像是这种理论的长处 但实际上是他的短处 能够解释任何事情的理论 他什么事情都解释不了 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 他就自然而然的把它遇到的每一个例子 都当作证实自己理论的例子 这种理论虽然不断的积累实证的例子 但是这些例子积攒的再多 也不会让它变得越科学 而与此同时 波普尔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非常着迷 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 隔了十年 1915年发表广义相对论 相对论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理论 但波普尔越来越感觉到 相对论和精神分析法之间 有很大的区别 当时有一位爱因斯坦的支持者 爱丁顿勋爵 Arthur Eddington 他就提出 相对论的一个重要含义 是光线遇到质量很大的物体的时候 会发生弯曲 而在1919年的5月29号 会发生一次日全时 整个太阳都会被遮住 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观察到 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发生偏移 而最好的观测点之一 是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 你看相对论包含着一个非常具体的推论 在1919年5月29号 非洲中部的东海岸 我们通过日全时的观察 可以看到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偏离 这陈述的内容非常丰富 非常准确 而越是丰富 越是准确的内容 他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就说 他被证伪的可能性也越大 波普尔认为 这才是科学的特征 科学是专门去寻找那些被证伪的挑战的 有可能错的理论 才是科学理论 你看这就是波普尔对科学和非科学 所做的最重要的化解标准 那就是非科学追求的是证实自己的例子 而科学呢 追求的是那些有可能证伪自己理论的机会 这种对科学和非科学做划分的方法 给我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 这并不是说我只学科学 不学那些非科学 他是说 当我在学习一门学问的时候 我能够分清楚 他到底算不算科学 我要不要把它当做一门科学来学 在现实生活当中 物理学 化学 天文学 经济学 都是科学 而文学 艺术 还有逻辑和数学 都是非科学 他们的性质和作用 是截然不同的 非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慰 思想的启发 还有推理的工具 非科学是不存在对与错之分的 它表达的只是一种情感 一种愿望 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或者是一个逻辑自洽 自圆其说的符号体系 它的好处是 它是永真的 永远是对的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 这是永远正确的 在任何一个时间 在任何一个地点 在任何一个宇宙 它都是正确的 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 自圆其说的公理体系 但非科学有一个缺点 它虽然是永真的 但它却不告诉我们 任何关于我们所在的 这个地球的任何具体的知识 与此相对 科学的缺点是 它是可错的 重力加速度是9.8 它不一定对 在地球的不同位置 它不一定是9.8 在月球上面 重力加速度就不是9.8 但与此同时 科学带给我们另外一个优点 那就是它多多少少告诉我们一点 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 它的具体的信息 所以说科学和非科学是互补的 在整个经济学的大厦里 大部分的内容都属于科学的内容 也就说它是可错的 可验证的 比如说实施价格管制 就会出现短缺的现象 提高法定最低工资率 失业率就会上升 兵荒马乱的年代 真实利率会上升 缺乏产权的保护 人们对行为的后果不用负责的话 人们就会粗心大意 掉以轻心 浪费资源 这些都是从经济学理论里面 推演出来的可验证的假说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门科学 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 当然经济学里面 也有一些不熟于科学问题的讨论 比如一个美好的世界 应该是怎么样的 什么样才叫公平 什么样才叫公正 什么样才叫高效率的 什么样才叫低效率的 这些讨论很大程度 取决于讨论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的个人偏好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 它不是纯净的 我们也不强求它是纯净的 但波普尔的分类方法 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 在讨论当中 自己正在讨论的 到底是属于科学的范畴 还是非科学的范畴 它让我们不至于在激烈的 冗长的讨论当中 迷失方向 这是我从波普尔那里学到的 非常重要的洞察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在1966年 就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讲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 其实就是波普尔的 正维主义理论 在经济学当中的应用 当然 我们要做进一步解释的是 波普尔的思想虽然锐利 但是存在缺陷 后来的一批哲学家 尤其是库恩 Thomas Kuhn 对波普尔的理论 做出了修正 波普尔是说 科学家一旦看见自己的理论 遇到了反例 就会抛弃他们 但现实中 科学家不会一见到反例 就抛弃自己的理论 而是会设法 维护他们的理论 修补他们的理论 直到最后 他们的理论 被别的理论体系 所完全取代为止 这是库恩 在他的名著 《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里面提出来的观点 但不管怎么样 波普尔关于科学 和非科学化界的观点 还是给了后人 持久而深刻的启发 今天 我给你介绍了 波普尔的正维理论 从而解释了 经济学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原因 这是我们在复习 全年课程的时候 需要有意识的理解的